高雄小港區一間廠商半夜遭不明男子在門外狂砸雞蛋 地板 大門 甚至玻璃全是乾掉的蛋液 對方警告意味濃厚 警方調監視器氣熊 一名男子鬼鬼祟祟在一輛自小客旁邊動手腳 把車牌拔走 裝在自己偷來的髒車上 跟車廠商員工到廠商門外丟雞蛋泼漆 以為用別人車牌可以躲過警方查氣 結果還是被逮捕落網 暴力集團主賢就是這名白衣男子 60歲的鴻姓男子在大領埔洲際碼頭附近 成立環境維護協會 和多家工程行串聯進行高價維標 企圖壟斷市場只要有外來廠商得標 言語恐嚇 圍堵 丟雞蛋 波漆樣樣來 讓外來廠商心生恐懼 不敢施工 至少三家的廠商有受害 紅信主賢用維標手法對得標工程隨意喊價賺取不法利益 現在狼狽落網 一口氣逮捕食人歸案 還搜出空氣槍 本票等證物 被警方以恐嚇取財和毀損罪嫌移送法辦 這位黃宣津 金獻忠 高雄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最完整的資訊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至少